这里会是那个牧羊人吗 才十多天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吧 已经15天没飞家的李大爷 究竟去了哪里 又15年单身了他 常年待在深山老家 牧羊为生 直到邻居发现李大爷消失好多天后 才联系了他的亲人 所以说啊 我们男人还想找个老婆 没有老婆孩子 连人不见了都没人知道啊 从外地赶回来的李哥 立即组织人马上山寻找 望远书宫里的深山之中 都不见李大爷的踪迹 又发现了一处深不见底的树井深渊 他会不会失足掉入了坑底呢 于是9月26号 我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决定驾车300多公里 前去寻找李大爷 经过长达17小时树井探索 却让我在洞岛深处 发现了另外一位失踪40年的当地人 再次温馨提示 农业探险有风险 我们是在确保绝对安全的潜力条件下 进行探索拍摄 被专业勤募随意模仿 他们这段时间呢 是搜索了整个这一片区域啊 他们只发现了这个 前面的有一个树井 这是唯一他们没有办法去搜索的地方 会不会在这里面 我现在是已经来到了 这个坑口的边缘这里 在这边是一条河道 看样子啊 最近是涨过水的 因为现在没有队友 是我一个人 打算一个人下去 找一下这个沐远人 是否在这个坑底 所以说啊 我们男人还是要找个老婆 生个孩子 没有老婆孩子 连人不见了都没人知道啊 确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这样对比起来啊 我都已经30多了 也应该找个老婆生个孩子了 玩笑归玩笑啊 试试就是这样子 这根沉寺是200米的 我今天带了250米的样子 看能不能到底 我们先丢个石头听一下这个声音 哇 那个去 这也太深了吧 但是没办法 答应人家的事情 一定要办 从这件事情能够 让我深深的意识到 男人一定要找个对象 找个老婆 有个孩子 这是很关键的事情 然后这边感觉就像有着下雨一样啊 下面一直在流水 雾气萌萌的感觉 然后这里是做了一个霜点 现在开始放绳子下去 这就是200米的绳子 这里是绳头 放咯 在这里就把200米的绳包放在了这里 下面还非常的深 然后看一下这边 好像能够隐约看到下面一个平台 来吧 接着继续下降吧 开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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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个位置 我的200米绳子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这个下面依然是深不见底的深渊 现在拿出我的科技也很活 看一下还有多深 论探天跟谁敢这么玩 那估计也只有我敢这么玩 这也太深了吧 就我深入的这边这一段就是完成了虚子虹空 不知道下面还有多深 在这个上方这里就是一个洞口 200米的绳子到这里就完结了 完全没有了 看到没有 绳头在这里啊 我要爬上去 再拿200米下来 绳子拿下来了 这边开始接绳子 这个绳子与这个绳子的颜色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接着细续下 看这个200米又能不能到底 我已经下来大概220米的样子 出去绳头 也就有200米了 再来个200米试一下 如果再到不了底的话 那就没办法搞了 下吧 距离坑口是越来越远了 在这边是一段完全悬空 大概30米的样子 下来之后这边动到 是朝这个里面延伸 是一个扁缝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平台 可以继续往下走 在这上面还能看到 一点点坑口的光亮 在这个岩壁上面 能够发现很多浴化的石头 而且非常的透明 非常的漂亮 在我的右边相对于是一个 小平台 下面这里 它能够不高 但它是全冲的大油鱼 不升 然后它的动作是朝我的左边的方向 几乎人生 在这个位置还发现了一部手机 都已经摔破了 你看这下面的碎片 好像还是个水果手机 这屏幕完全已经碎了 这么几百米的地方下来 还没把它摔到四分五六 为什么在方山引领的洞性里面 能够发现这个东西 从这边的一个缺口位置下来之后 200米的整整 结束了 但是动到没结束 下面还有动到 这边是个大扁缝 那你估计要横切过去 但是它下面有很大一桶水 继续搞吧 里面但是是干洞了 没有水了 从这个上面的位置下来 这里大概是30米的样子 到下面来的之后就是一个干河吧 而且这里还有一株小的植物 整个树井到达坑底 一共用了470米绳子 垂直深度大约在400米左右 在第一段200米结束后 返回再拿200米继续下降 到达最终坑底已经用了7个小时 为了寻找牧羊人是否在坑底 还需要沿着动到继续深入探索 与探险截然不同的是 拍摄动到细节的内容会更少 由于近期下过雨 河道有过涨水的情况 沿着主动到继续搜索的希望 或许会更大一些 这个前面的动到感觉还很深 这边涨大水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大的流水 所以说我把这个动到 洗得非常的光滑 前面这个位置就非常的低矮了 但是我还是得要爬进去看一看 看我 angry 你是不是也有时候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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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 这边就变大了 而且整把水的时候 这里是完全被淹没了 我现在要沿着这个洞道一直往前面走 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在这个洞道的尽头 到底冲到了什么位置 也有可能这个人根本就不在这个树井的下方 这里会是那个牧羊人吗 感觉不太像 才十多天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吧 到达树井洞到最深处 只剩下一个极小的消水孔 再也无法继续深入 但是在水堂的位置发现了另外一个人存在 那绝不是最近失踪的牧羊人 后来询问当地人得知 可能会是40年前当地那位金山采药 最终也没回家的中年人 至于牧羊人究竟去到哪里 在这里无法过度解答 也希望你们不要毫无底线的揣测评论 这次的17个小时树井独立搜索 尽管最终没有找到牧羊人 或许是不幸 也会是一线生机的万幸吧 在整个搜索过程中 脑子里一直都在思考 如果真的遇到 我会不会被吓得够呛 又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 存在的那些疑点 就让它成为永远的未解之秘 好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